我得奖了 我承认 奋斗之后 李角璐就再无亮眼作品 这些年的作品质量嘛 还是让你们感受一下豆瓣的评分吧 成全别人 恶心自己 现在 还有一帮姐妹团 有刘云啊 英采儿啊 因为姐妹们都很喜欢泰迪拳 就叫做泰迪姐妹团 有网友比剧帮姐妹团 起了一个新的封号 叫做家园姐妹团 从金马影后到24K纯网红 李小璐的时尚品味 也成了淘宝里的时尚标杆 你让我决正恶 Just give me you Just give me you 李小璐在票房和口碑上 都没有大突破之时 她的现实生活中 却出现了意外惊喜 欢迎你 加点我走 2012年宝贝女儿甜心诞生 甜心一岁多时 和贾乃亮参加了亲子真人秀 甜心自带幽默体质 表情搞怪可爱 在一群萌宝中脱颖而出 粉丝亲切地称她 综艺一姐 我妈白痴呢 我就是一个保姆 她这望夫望女体质 相当于牵下了两个当骨艺人 可以安安心心 躺在家里收钱了 一把年纪还学 小姑娘在那跳舞呢 因为我很不专业 就给大家看一看 乐意的 李小璐新歌迷人女孩 有网友就指出 是在模仿炫崖 看着一个个儿 紧随寒流女星的步伐 李小璐微博回应称 管她像谁 还有网友直指李小璐演技差 李小璐也怼了回去 我的演技 比你高出一个珠穆朗玛 让我们掌声有请 从珠穆朗玛峰上下来的 李小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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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会抢你的零食吗 会呀 因为妈妈会抢 抢我的好多东西 比如说 你跟我说 抢 棒棒棒呀 抢 零食啊 看我一下 抢 那片啊 抢 抢 薯片啊 抢 抢薯片啊 都有 是吗 那除了抢零食吃 还会 还会其他干嘛呢 唱歌好听吗 不好听 为什么 不会了 跳舞好看吗 不好看 那你比较好看吧 看 看完刚才的这一段视频 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重判亲离 其实小璐 跟我说他要来吐槽大会的时候 我充满了疑问 为什么呀 你说你在网上 网友说你演技差 然后说你整容 然后你跟网友干仗 然后现在你来到节目上 你的明星朋友 公开的说你演技差 整容 你还挺愿意来 怎么着 整容没钱了 而且吧 特别的喜欢拍视频 经常的跟TF Boys拍视频 你说你老往人家小年轻的 那堆里扎什么呀 人家是想跟甜心拍视频 毕竟人家才是同龄人 不要以为自己名字里有个小字 就真的年纪小 你这种人就欠有个师傅 把你的小字给你收回去 我们掌声有请 李璐 谢谢大家 我是李小璐 坐在台下 不是坐在这个椅子上 我这是鞋也脱了 头发也乱了 心情非常的忐忑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非常勇敢的 因为我站在了吐槽大会的舞台上 谢谢大家 谢谢陶云金 曹云金呢 大家都知道 身材好 大家不知道你知道 当然知道了 因为你平时爱晒嘛 平时在朋友圈里面 微博上 都不能都在晒自己的照片 视频 我们来一个啊 最后那动作什么意思 特别爱健身 为了健身呀 他真是拼了命了 那蛋白粉天天吃 那是成罐成罐的吃啊 为了肌肉 肌肉 那个健身教练都和医生都经常劝他 说 金子 你不能这么吃啊 吃多了伤肾 还说我暗恋你吗 我有那么不懂科学吗 我不知道蛋白粉的危害吗 啊 曹云金 你死不死 刚刚听完这个 长远对我的表白 啊不是 吐槽 我非常感动 我才知道 原来他当了我这么多年的备胎 要我说长远 你其实还是不够喜欢我 你说 你要是真的喜欢我的话 你也送我六克拉的钻戒呀 你也在节目上跟我求婚呢 你求他三次 你试试 你看我还答不答应你 我估计我还是不会答应 长远经常在荧幕上 塑造一些非常 跨制人口 深入人心的娘娘腔 朋友们都会觉得 他本人生活当中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在这里 作为他的老同学 我必须要替他说两句 长远生活当中 跟角色那完全是两回事 他生活当中 生活当中 那可是比那家多了呀 小陆 我 看今天来看你 也没啥可送你的 这是我今天最新的作品 十字秀 筷子兄弟的那首歌 小苹果 红遍了大江南北 我女儿也特别爱唱 你是我的小雅小苹果 继续继续 别忍着 但后来呢 被国外女子组合 买下了翻唱版权 朋友们 你们放心 以后我再也不会模仿 国外明星唱歌跳舞了 因为国外明星的品位 上我戏了 今天的嘉宾粉丝呢 包括了所有的观众群体 你看啊 池子 年轻人特别喜欢 淡淡 网友特别喜欢 萧阳 大妈特别喜欢 刘云 郑军特别喜欢 这个刘云刚才还说 我吵 就是拿甜心吵 跟他们家Jager 订个娃娃亲啊 什么的 我就是吵吧 这个田小姐 也得看她愿不愿意呀 是吧 人家有自己的想法 甜心嘛 大家都知道 有自己的男神 是吧 那个 这孩子这点就是随我 盲目自信 很多人呢 都吐槽我 说好好的明星不做 非要去学什么网红啊 没品位太差了 这种品位 各位朋友 在这里我要 郑重声明一下 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啊 多少年前 博客 微博 我就是这样拍照的呀 我根本就没有学网红 我是网红的鼻祖 都是他们在学我 我一直就是这样的 所以根本就不是 我的品位差 是网红的品位差 你们那个还说我在微博上跟网友吵架 对 我承认我是吵了 没办法呀 我又不是故意的 主要是 主要是那天晚上我经历了一场 就是人生中特别痛苦的事情 我打王者荣耀被队友坑了 吵架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啊 你的队友挂线 坑你 你不生气啊 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啊 网上有很多人说我 是吧 说的最多的就是 整容 我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其实啊 我是一个优秀的整容师 我们家有高科技 我从肚子里就可以整 你看我们家甜心 被我整的 那小下巴尖的比我还尖呢 其实每个女生都有爱美的权利 爱美之情人皆有之嘛 今天有人画眼线 明天就有人开眼角 今天有人涂红嘴唇 明天就有人封嘴唇 是吧 只要是通过正常的渠道 安全 保证自己的安全 我觉得就行了 你们想想啊 如果这个世界上 只剩下李旦 池子 建国这样的人 那得多痛苦啊 追求美没有错 最重要的是心灵美 很多网友说 小璐以前演戏那么棒 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李小璐了 现在她是什么呀 甜心的妈妈 加乃亮的老婆 其实对于这些称呼 我觉得我很自豪 人人都想当主角 都想正当第一 那我就当第二好了 也没什么的 当第二轻轻松松 很愉快 但是第三就不行了啊 有人说 这么高的天赋 这么大的名气 为什么这么轻易 就毁掉了呢 要不是我天赋高呢 能牵手毁掉自己的名气 那才叫真本事 所以喜欢我的朋友们 不用担心 我可以毫不留恋地离开 也可以无所畏惧地回来 你们又说 我是靠女儿来炒作 靠女儿来洗白 我就奇怪了 我有什么好洗白的呀 我们白着呢 谢谢大家 我是李小璐 小璐说的太好了 今天很惊艳的表演 让我没有想到 除了会演戏以外 脱口秀说的也可以嘛 紧张死我了 我的天哪 没关系 现在这个时刻 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你要在这几个倒霉袋里 选出来一个 你觉得说的最好的 成为本场的talking 想选谁 不是啊 其实真的 今天晚上这个场子 我觉得我特别的感动 因为大家都是远道而来 你看长远 昨天录节目录到 凌晨四五点钟 刘云打着飞滴 从美国飞过来 萧阳什么大导演 现在拍着戏 然后就过来 就我没什么事 就在沦落那个 但是说句实话 今天这个 建国确实惊验到我了 我还是愿意给建国 真的 今天呢 恭喜建国 夺得本场 京都年词安吐槽大会的talking 公司大 请我们的京都年词安 奖会大明星 安安把奖会拿上来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你们 前置双色自拍 吐槽吐得更开 我们要用Vivo X9手机 记录下这美好的时刻 这玩还是张绍刚用的熟练 棒棒的 恭喜你 建国 你也可以成为网红了 谢谢 谢谢 除了我们的主嘉宾 可以有资格去选择 本场的talking 你们也可以下拉页面 找到吐槽火力网 选出你们心中的talking 说不定他 你别多想 马苏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是说你是垃圾 我没有任何那个意思 我就是 你们不要 我是说马苏很环保 而且马苏的素质非常高 都自身难保了 还心系环保 有请环保的马苏 大家好 我是马苏 你说这两年呀 我都没敢吱声 把自己都藏得好好的 谁知道这吐槽大会 他还是能找着我 但是其实啊 我一直隐隐地有一种感觉 吐槽大会 他迟早会来找我 真的 自从我管完闲事以后呢 我确实是火了 火到没朋友 有一天啊 我看那个朋友圈 有人就发着 打麻将 三缺一 在线等 我一看 这事我能帮上忙啊 我嗷一下子 我就冲过去 我进门之后 人就问我 你来干啥呀 三缺一 打麻将啊 不缺不缺 我们改斗地主了 当然了 我知道 我来这个节目呢 节目组是想 听我说八卦的 好 那我就 从贺君祥开始吧 贺君祥 和很多女神合作过 还拍过 萧亚轩奶沫威 萧亚轩 那可厉害了 鲜肉收割机 谈过很多男朋友 都是鲜肉 但是 他居然就 没把贺君祥 给收割了 我很欣赏他们 在娱乐圈 一男一女 真的可以 只谈工作 不谈感情 当初 我要不是因为 信了这个 我能被 啪啪打脸吗 当然了 贺君祥 他是好男人 在结婚前 零绯闻 唯一的绯闻对象 郑元超 这也太假了吧 我都不带信的 但是之后呢 贺君祥 婚后两次传出 和辣妹当街 当街 他能干啥呀 你说当街 他能干啥呀 他就想当街 澄清 他和郑元唱的绯闻吧 其实 下次有这事 不用那么麻烦 跟我说 我给你发微博 我给你证明 很好 很好 小光哥呢 我俩合作过 之前一起演过小匹 大家都叫他四哥 但我觉得 人家就像一大哥 就那种 社会大哥 别吵吵 不然 沈阳你回不去了 哎呀妈呀 我就看着他那气场 我就有点害怕 不过后来我一邢子 你说 我怕他干啥呀 不是我回沈阳干啥呀 我一哈儿滨的 容索儿 开演唱会 经常超市 之前 十九场演唱会 几乎 常常超市 那罚款 百万预言 哎呀妈呀 人家开演唱会 那是赚钱 你开演唱会 那是往里搭钱的 但是这事呢 我就不一样了 我也超市 我在红毯上超市 我就 多站几分钟 拍我 拍我 顶多人家骂骂我 蹭红毯 从来没提 罚款的事 多划算呀 龙索儿呢 曾经在节目里在线征婚 说呢 他想在四十岁的时候 把自己嫁出去 其实这种苦恼 我也有 因为 咱俩岁数也差不多 我也经常被催婚 可是我就从来不在节目里说这种话 所以现在 留给你的时间 不多了 而留给我的时间 还很多呀 不要轻易地立FLAG 立了 容易打脸 这节奏挺好 说说我们的 鼓咖夏野萱吧 他现在的男朋友呢 比他小十六岁 小十六岁 古话说得好 女大三 报金砖 女大四 福寿制 女大五 女大六 女大七 女大十 样样直 他都有说法 可是再往上 咔嚓 没了 为啥呀 因为人家古人也没想到 还能有这种情况呢 哎呀 萧亚轩呢 跟他这个现男友交往的时候 人家根本就不知道他是明星 他就逼着人家看他所有的MV 他的MV 有跟他前任拍的呀 那你说这看起来多少 是不是就有点尴尬呀 那他一边看 他就得一边解释 这是我前男友 这是我前前男友 这是我前前前前前前男友 唱跳听后 看自己MV 玩说唱 哎呀妈呀 我咋又提 说唱呢 我提这玩意干啥呀 我这人就是这么多长记性 哎 其实 做人吧 真的应该 吃一切 长一智 好帮忙 热心肠 没毛病 但毕竟呢 我也是个公众人物 不该不加思考 去做一些 闲人马大姐的事 东西 可以乱吃 话 绝对不要乱说 啥也不说了 对不起大家 我是马思 马苏说得好 我喜欢 就是很真诚 马苏说得好 吐槽大会 第四季了 四季了 第一个倒着剑下去的嘉宾 我能感觉到你的诚意吗 苏 所以我宣布 我单方面原谅你 同时我也呼吁大家都要宽容一点 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原谅 我对他的原谅 来吐槽大会这个节目啊 我想给所有的嘉宾 一些小小的建议 不要听到你的名字 就瞎鞠躬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后面是什么 下面 没关系